一位美国的家庭主妇 仅仅是早上催了一下老公上班 就遭到对方谩骂 女人每天除了为家务活忙上忙下 就只能围着老公转 完全没有私人时间 然而老公仗着自己赚钱养家 一句我上班很辛苦 就把她的辛劳付出化为空气 女人想要外出 都必须先经过老公的批准 这么憋屈 闺蜜都看不下去了 可时间一久 女人早已习惯了 这种如同保姆的生活方式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 她一个人的写照 而是许多家庭主妇的真实生活 也反映了八九十年代 美国女性地位的一面 女人名叫塞尔玛 闺蜜名叫路易斯 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 路易斯是一家咖啡馆的女招待 性格大大咧咧 经常调侃客人 有一天 路易斯喊塞尔玛周末一起出去旅游 塞尔玛表示需要丈夫的允许才能离家 可到了老公面前 她却不敢开口 只是询问晚上要吃什么 在老公上班后 塞尔玛想外出的心愈发躁动 她一直不满孤独无聊的婚后生活 眼下正是个放飞自我的机会 思索再三后 塞尔玛决心要尝试一次不顾一切的冒险 很快 路易斯开车前来接塞尔玛 塞尔玛像离家出走一样提着大包小包 还携带了一把用于自卫的小手枪 接着两个美人便踏上了一场毫不拖延的旅行 随着夜色降临 他们来到一家酒吧休息 重获自由的塞尔玛直接把所有酒点了一遍 只为尽情享受当下的生活 就在这时 一个采花大道前来与他搭讪 有嘴滑舌哄的塞尔玛很是开心 然而 老练的路易斯对这名陌生男子保持警惕 当塞尔玛因喝醉而变得不省人事时 对方趁路易斯上厕所的间隙 把塞尔玛带到了外面 试图对他动手动脚 塞尔玛意识到情况不对 试图反抗 不料对方直接给了他大鼻动 在这紧要关头 路易斯及时赶回 拿着枪威胁对方 本想带塞尔玛就此离开 男人尽不知好歹 此话一出瞬间激怒了路易斯 他直接扣动扳机送走了对方 这下出大事了 两人立刻驾车逃离了现场 塞尔玛想要去报警自首 就说自己是在正当防卫的情况下行动的 但路易斯不同意 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 监控系统不发达 更致命的是女性的话语权弱 遇到这种事情 众人都会秉持受害者有罪论 你为什么会被伤害 那一定是你的问题 稍微冷静下来后 两人最终决定开车逃到墨西哥 然而 逃亡需要资金 路易斯于是打电话给他的男友 计划在一个旅馆见面借钱 与此同时 塞尔玛感到害怕和沮丧 在路上给老公报平安 但丈夫对他毫不关心 一边看着球赛 一边骂他催他赶紧滚回来做饭 这一次 塞尔玛终于硬气地反击了 刚挂完电话 塞尔玛不小心被玩水的男人绊倒 不料这一半绊上了个大麻烦 男人见他有车 臭不要脸的想蹭车座 表示自己是男大学生 会撒娇喊姐姐 塞尔玛一听立马就答应了 但谨慎的路易斯不同意 直接将他赶走 不料车开到一半 他们居然又碰到了男人 好家伙 他是怎么做到三条腿反超四个轮子的 塞尔玛认为再次相遇是命中注定 不断请求路易斯 最终路易斯心软 同意让男人上车 一路上 塞尔玛和嘴甜的男大学生聊得不亦乐乎 到了旅馆后 路易斯的男友亲自前来送钱 然而拿到钱后 智商在线的路易斯突然降止 把整整六千美金都交给塞尔玛保管 而男友对路易斯的不告而别非常愤怒 但他是个恋爱脑 随即又向路易斯求婚 路易斯为了不连累他 拒绝了求婚 到了半夜 男大学生来到塞尔玛房间 和他一起开心的测试能在床上蹦多高 接着 男人表示自己是劫匪 向塞尔玛演示了抢劫过程 和老公谈了四年恋爱 18岁就结婚的塞尔玛 很快就被眼前的坏男孩深深吸引 两人就这样聊了一晚上 这是塞尔玛从未体验过的快乐 路易斯也为他感到高兴 但他突然想起逃亡准备的钱 连忙冲进房间查看 果不其然 六千美金全被男人偷走了 路易斯感到崩溃 谁曾想 一向遇事择乱的塞尔玛 这次表现得非常坚强 接着 塞尔玛戴上墨镜 用昨晚在男大学生那学来的抢劫方法 友善地打劫了加油站便利店的钱和酒 不久后 塞尔玛的老公在警局里 看到了塞尔玛抢劫的监控 直接傻眼了 这真的是那个唯唯诺诺的老婆吗 一橘子的男丁们都沉默了 而抢劫后的塞尔玛更加放飞自我 性格越来越像路易斯 他们来到沙漠后 路易斯用自己的所有手势 换了一顶牛仔帽 这不是普通的帽子 他象征着自由 与此同时 警方逮捕了男大学生 但他什么也不肯说 把警察给气坏了 大骂他害了两个女人 然而男人对此完全不在乎 甚至像塞尔玛的老公要武扬威 为了找到塞尔玛他们踪迹 警方来到塞尔玛家监听电话 了解到他的老公一直对他很粗暴 于是他们指导塞尔玛老公 如果他打电话回家 要温柔地哄他 稳住他的情绪 等塞尔玛打来电话后 一听到丈夫温柔的声音 塞尔玛立马挂了 多年来他从未听到过丈夫 如此温柔的语气 这让他立马察觉有诈 随后路易斯接过电话打了过去 直接和警察正面交流后 他才得知男大学生 已经透露给了警察 他们要逃到墨西哥的计划 而这显然是塞尔玛大嘴巴 告诉给男大学生的 这可把路易斯气坏了 教训了塞尔玛一顿 可是已至此 生气还不如看野外美丽的夜景 在逃亡中 他们感受到的却是前所未有的自由 也从彼此身上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他们一路开车前行 途中遇到一个不停朝他们按喇叭 说脏话 做不雅动作的男司机 令路易斯和塞尔玛感到非常不愉快 可除了生气之外 好像没有其他的办法 两人没有停留 一路逃往墨西哥 眼下最快的线路就是穿过德州 但路易斯坚决不愿意经过 就是要绕道 在争吵中 塞尔玛才了解到 路易斯曾经在那里遭受过强奸 而警察却没有公正处理这件事 这也是为什么 他对强暴男子如此愤怒的原因 这个经历也让他不再相信 有人会相信被强暴的女性 可后来 两人因为超速行驶 他们被交警拦下 就在交警准备联系警察的紧急时刻 塞尔玛礼貌地掏出了枪 接着 他们夺走了警察的枪和车钥匙 损坏了对讲机 并将他塞进了后备箱 还好心给他留了几个通风孔 不久后 路易斯和警察进行了对话 警察告诉他们被指控谋杀 但表示自己愿意帮助他们 两人拒绝了警察 他们更向往有尊严地继续逃亡 并不愿意没有尊严地被逮捕处死 于是 他们继续踏上这条不归路 在路途中 他们幻想着一切要是重来 他们一定会换一种方式 选择自由快乐的生活 结果上天还真给了一次机会 他们又一次遇到了那个猥琐的司机 司机嚣张地走向他们 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对他们做点什么 对,我们认为你有很坏性格 对,我们认为你很坏性格 对,我们认为你很坏性格 你不认为那样的女人 你甚至知道 对,我们认为你觉得 怎么做到你的妈妈 或你的嫁 或你的嫁 你说你对不起 或我会让你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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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他会 apologize 对不起 我认为我认为 对不起 两人直接引爆油罐车 扬长而去 很快 警察集结了大部队 追捕路易斯和塞尔玛 前方有直升机阻挡 后方有狙击手追击 两人陷入了绝境 尽管那名好心的警察 试图帮助他们 但情况并不容乐观 前面就是悬崖 最终 路易斯和塞尔玛 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他们毅然决然冲向悬崖 留下了干脆利落的弧线 最好的旅途是不归路 最纯粹的出走是一去就不回头 因为只有放得下一切 才能得到一切 有人说女人崩了那个采花大盗 是被激怒了 他们应该冷静点 可有没有想过 现实中的女人还不够冷静吗 如果凡是女人被骚扰 被调戏 被羞辱 都像电影一样拔枪相向 那会有多少男人横死街头 哪还有轻飘飘说句冷静的机会 电影没有给两位女主活路 本身就是说这样行不通 导演用这个故事 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们 那些不尊重女性的男人 究竟有多么的可憎 这些不尊重女性的男人